德云社的热搜大家都了解,不管是好是坏,德云社官方从不解释,而近日郭德纲在采访中却回应了为何从来不理会徒弟们的热搜。 而此时德云社又迎来了两大好消息,其一是德云社团宗第二季即将开播,其二天机小剧场在七月停演后似乎又恢复了演出。 为何德云社团宗在前期拍摄不足的情况下提前播出呢? 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。 德云社大大小小的热搜最近上了不少,不管是好事情还是坏谣言,德云社从不理会。 郭德纲在采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德云社的演员频频上热搜, 郭德纲也直接明了地回答了,惹了事自己扛,那是活该,该来的总会来,露脸了大家伙也高兴,就得了。 郭德纲说了,出事自己扛,也就是在告诫徒弟,别指望了你出事了,德云社能帮你出头,你一旦做了错事,不管别人是如何骂你的,你都得自己受着。 回看德云社这几次负面的新闻,郭德纲不仅对待徒弟是这样,自己儿子也是。 前不久关于郭麒麟和一位女网红的恋情谣言满天飞,爆出和郭麒麟聊天记录的认识名叫安拓的网红。 聊天记录多达14张,其中包含了两人一起去酒店等等。 根据女方所说,郭德纲是个渣男,对网红这么不负责任,但是根据聊天记录上的内容,德哥倒是觉得不能看出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。 聊天记录上都是一些日常内容,没有什么过分的言语。 而且不久后有粉丝发现,郭麒麟的微信头像疑似是批过的。 也有粉丝说,我自己改个备注叫郭麒麟,那我就是郭麒麟了。 网上高高吵起来,安拓就把之前的文章删掉,又连续发了两条微博,说郭麒麟是宝藏男孩,你们骂我吧等等。 如果没有后面两条微博,倒是可能和郭麒麟确实多多少少有点关系,但是他这两篇文章一发,不就是摆明了蹭热点吗? 正如郭德纲所说的,德运社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,但是隔天晚上小剧场的演出中,酒资科的孙九芳以及其他师兄弟都在台上杂卦这件事。 孙九芳说,赖蛤蟆发贴图不咬人恶心人。 郭麒麟的人品这么多年以来,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,不少人选择相信郭麒麟。 在郭麒麟之前,赫兹克的学员信赫兰被粉丝爆出网上半裸照片,当时也在热搜上挂了好点。 大家都议论纷纷觉得德运社会给个官方解释,结果德运社依旧不理会。 同样的师兄弟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,纷纷在小剧场杂华这件事。 像这样的事情不少,但是有两个共同点。 首先是德运社不会回应,不管是真是假,德运社都不会披你猪头。 其二就是德运社其他成员的杂华调侃, 不回应也是因为这是其他人的造谣,是一种蹭流量的行为。 毕竟,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字这句话到现在来说还是有道理的。 你要是享有流量和热度,哪怕挨不着边也要蹭上德运社的名字。 不过德运社最近也有两个好消息, 其一就是德运斗销社第二季已经确定在8月20定档, 并且是双播的形式,一周播出两季。 要知道德运社的自制综艺是从6月份开始录制的, 在天津、包头、哈尔滨三个地方来回拍摄。 因为录制时间短,一直有综艺延期的传言, 但是为何这次定档后会一周双播呢? 到时节目真的能跟得上吗? 那为何这么着急爆出呢? 根据德运社看来,其一就是想要抓住假期的尾巴, 德运社的粉丝年龄偏低, 为了就是让一部分粉丝也能看到, 其二就是赵家班的下崖山爱豆团已经收官结束了, 自从去年的德运社逗笑社, 德哥觉得郭德纲找到了方向, 综艺内容幽默哼去,还举行了相声比赛, 让大家投票,大大增加了节目看点。 和其他的综艺都不太一样, 其他的喜剧社团也开始模仿, 首先是二人传民间艺术社团, 代表人物就是赵本山。 但是赵本山退居幕后多年, 自然是不会参加综艺的。 他们推出的象牙山爱豆团共有六位, 分别是宋小宝、宋小峰、文松、杨树林、田娃、周云鹏。 这几人大家都挺熟悉的, 按道理来说, 这几个人凑在一起应该是十分的搞笑。 但是自播出到现在已经结束了, 网上的评论中规中矩, 效果不算太好。 那为什么同样是喜剧社团, 德云豆笑社就比他们成功得多呢? 德哥觉得就一点, 同质化严重。 德运社的综艺能够脱颖而出, 德哥也说了是因为掺杂了象牙元素进去, 一下子就和其他综艺区分开来。 赵家班的综艺不考虑嘉宾身份的话,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节目, 更是有人说这是变形版的极限挑战, 而且播出不久后就有人说, 这是在和德云豆笑社抢市场, 因为它抢在了第二季播出之前播出, 确实有一定的关系, 因为豆笑社的成功已经为他们打下了好的基础, 只要按着走就不会出色。 现在他们结束了, 德云社的综艺自然要马上跟上了, 不仅是他们, 就连开心麻花也打起了最综艺的主意, 开心麻花的势头也不小, 沈腾、玛丽就有不少人认可, 沈腾更是国内唯一一个票房破200亿的男演员, 在电影这方面, 他比起其他社团做得更好, 这次他们的综艺叫做《麻花特开心》, 如果传言是真的, 玛丽和沈腾一起参加的话, 德哥觉得估计会有看点, 毕竟他们是因为沈腾老婆的事情, 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同台演出了, 要说三家的喜剧实力谁最强, 德哥觉得可能是开心麻花排第一, 德云社排第二, 赵家班可能要排在末尾了, 这是德哥自己的看法, 你们觉得呢? 好了,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, 期待下次相见, 听德哥聊不一样的德语谋话。